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县政府都宣布停班停课 但汉光操演不畏风雨继续举办 虽然仅剩陆军地面部队参演 但却是首次在澎湖施放赤针飞弹 不用再向过去劳师动众 让部队移动到平通线训练 但昨天下午忘安演习则取消 汉光40号士兵演习 重头戏就是第一作战区 昨天凌晨实施联合反登陆作战 使兵操演 结合想定及状况的发布 各型武器依令实弹射击 展现官兵平时努力战训成果 还首次开现场直播 但受到天后影响 海空军兵力支援因此取消 但路上仍以赤针以及标枪飞弹 实施短程防空接战以及精准射击 配合各式155、1动5流炮 腰两栋破炮各式的破炮编织绵密火网 掩护战甲车进行探案战斗 以及反击作战 地团队 团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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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孟在导致 入盆包 牛 сам出�층 另外原本下午在澎湖举行的万安47号演习 因台风来袭先是规划防空警报照常释放 但实施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 但灾灾抢救以及暂时灾民收容站开设取消演练 却因防台应变中心中午11点开设 临时决定全部取消演练 全力投入防灾动员 记者陈荣誉报导